2013年,美国科技狂人伊隆·马克思提出了超级高铁这一理念 他构思在几百公里的低压管道内扶起胶囊 胶囊可以进行每小时约1126公里的超速运输 原本从北京到上海乘坐时速350的高铁需要5个小时 如果按照超级高铁的构思,仅仅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 比科技的速度还要快 那到底什么是超级高铁呢?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以磁悬浮真空管道运输为核心设计的交通工具 因外形与胶囊相似,所以也被称为胶囊高铁 管道的设计是为了将内部大量空气抽出,达到真空效果 利用低真空环境和超音速外形减小空气阻力 再通过磁悬浮减小与轨道间的摩擦阻力 从而实现超音速运行的运输系统 另外,在车头处还安装了一个压缩分扇 能够起到在运行时将前方吸入的空气导向车厢后方 以获得更多的推力 同时,还有一部分空气会被导向车厢下方 起到了向上推的作用 更加减轻了车厢与轨道之间的摩擦力 并且,在超级高铁的系统中 还安装了太阳能电板和能量储存功能 不仅起到了自我能量补充的作用 还可以在不使用电池板的情况下 依旧行驶一周 除此之外,管道的设计也会使行车 不再受到各种复杂天气的影响 然而,这样便捷生活的设计 却一直只存在于白皮书中 直到2020年11月9日中午 维珍超级高铁公司才首次对其进行了载人测试 测试地点选择在了内华达拉斯维加斯外的沙漠 这是在一条直径3.3米 长500米的管道 胶囊舱实测时间15秒到达终点 时速却只有172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比预期1126公里的时速相差甚远 毕竟,管道的长度也太有限了 仅有500米 完全达不到最高速就要开始刹车了 如果想要加速到设想的1126公里每小时 至少还需要2公里长的轨道才有可能实现 可是即便如此 测试方依旧认为 这是超级高铁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超级高铁为什么至今无法实现呢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真空管道的安全性有待考察 因为在高铁行驶过程中 如果遇到了大气压力 会有管道被直接压扁的安全风险 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就是考虑到了超级高铁的载客量 普通高铁每小时的载客量 基本在5000至1万人次左右 可超级高铁的载客量 就目前来看 每小时仅1120人次 这第三个原因 就是建造成本因素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 到2015年 中国高铁的平均造价 约为每公里1亿元人民币 而美国高铁的预算造价 每公里接近10亿元人民币 这不仅是简单的价格差距 更是一个超级高铁 能否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因素